生活节奏也是非常快的,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,其实也会有很多的焦虑,不安, 然后我们每个人会有很多繁忙的工作,包括我们的学业,以及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压力, 这些等等呢,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,那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, 可能我们见到父母的时候,就会把这些情绪表露在我们的脸上, 那可能我们内心其实并不是说不孝顺我们的父母,那么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下, 我们又要该怎么去做呢,所以我们应该,我个人认为,我们可以去先缓一缓我们的情绪, 先平复一下我们的心情,然后再去见我们的父母,不把这些坏情绪带给他们, 至于其他的,就是像孔子说的,其他的孝道的话,那可能是一些基础, 如果说我们连那些基础都做不到的话,那我们也谈不上孝顺了, 所以说,现在大家应该对色男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,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,在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小伙伴, 你们在看完这个短片以后,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, 就是自己的一些感受,我们先从一号卖的Amber开始, 跟大家聊一聊吧。 好的,我看完这个短视频以后, 我觉得这个男主就是跟我平常就是有点相似, 因为在外面的时候,我就是还是比较温柔, 然后就对他人就是不会特别凶, 然后但是我在家的时候,对我爸爸或者我妈妈, 然后就是有些时候会就是耍小脾气呀, 然后讲一些比较比较比较不好的话, 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就是在我潜意识里面, 我觉得父母是就是可以无限的包容我们, 然后就是发小脾气, 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不管做什么, 他们都不会就是离开我们, 所以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对他们太凶了, 然后我有好几次就是会我觉得会不会就是比较愧疚, 就是对他们发完脾气以后, 我们下一个人感觉。 谢谢大家